不用免,八千神 其实我们以前的藏地 有这么一个习俗 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万诵 两万五千诵 一万诵 都会背下的 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噢 别说了 所以呢 哦 对对对 我刚刚说的是 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在念这个 什么无言无耳无鼻 真的有一个人听啊 你这样念一下就 干脆你就说没有头 不然的话你在那边 因为说无言无耳无鼻无舌 就觉得好像 就觉得好像就 不用说那么辛苦 直接说没有头不停 好 无韵啊 这里面常到的这个无韵啊 就是无色无寿那些 无韵就是我们早上跟刚刚 说到这个无韵啊 是构成我们 构成我们自身存在的五个 关键或者五个因素 十二处呢 就是指这个 六种亲眼和六种 外境 我们反复呢 我们反复呢 会透过自己的眼视 耳视 鼻视 舌视 深视 义视 来追求外在的色生 相位处 啊 罚六境 所以呢 六世对六境 是在 解释我们这个 无韵 构成的我们呢 如何 如何与外在的环境接触 并且产生 执着的关键 同时呢 这里是将把 物质世界 和这个心理世界 做了一个区分和分类 物质世界 分裂成六种外境 心理世界呢 就分裂成了六种经验 十八界呢 他十八界是 就是则是在刚刚 谈到这个六种经验 和六种外境之上 加上 眼睛 耳朵 鼻子 啊 还有这个 舌头 身体 和这个心灵 等等六种感官 也就是六根 我们在这个心理世界 在这个体验物质世界的时候呢 就是透过这六种感官 来进行 这样的六式呢 这样的六式啊 六镜 加上这六根 就成为了十八界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 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 其实都是把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物质 与这个心理存在啊 做这个各式各样的分解和分类 分析 分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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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 这么复杂的内容 啊 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智慧 程度的众生啊 有着深切不同的理解程度 例如呢 有些人呢 听到啊 佛讲无韵 就能通晓心理和物质的关系 以及 然后认识和经验的产生方式呢 嗯 就是它的一个一个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 怎么说 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关系 以及这个认识和经验的 呃 产生方式啊 他们会了解 但是呢 有些 人呢 这样还不够 还需要多做一些解释才能了解 所以呢 在必须讲得很仔细啊 更仔细一些 才能会了解 例如呢 这边 这边就分析 什么是十八戒等等啊 才能 有一个比较 粗略的 了解啊 这是 出自这个世青菩萨在这个 《俱世论》当中 所说的 当中的一种说法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 就是为了那些 因为 不同程度的众生 为他们能够了解 这个 心理和物质世界的这种关系 或者 以及这个认知啊 认知啊 认识和经验的 产生方式 前面 所说的 这三种分类呢 也就是 无韵啊 十二处十八戒 都是跟我们凡夫有 密切的关系 无论有没有修行 都会 对 对其产生强烈的执着 对这些事我 会产生强烈的执着 所以呢 这些被归类在我们 所执着的一般基础 或者属于轮回的 一种 事物 接下来呢 讲的是应该是 十二因缘 跟这些 属于是应该是所谓的这些 特殊 特别的基础 或者特殊基础 我觉得这个特殊基础呢 可能就明天再讲的 特殊基础 然后明天就是最后一堂课 当然就是 明天早上就是最后一堂课 明天早上的这个 是最后一堂课 所以 下午没有啊 有吗 下午是茶会 不是开示 谢谢 虽然我常常 很多时候就不知道我的行程 是别人告诉我啊 别人一个外人告诉我 就外面的一个人说 你明天去这边 哦 好吧 但是这件事情应该 我还了解得很清楚吧 应该是 好吧 谢谢 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起立 我家的主要是 有阳 对 你们 有阳 弘扬佛陀智慧广 护持生命大道场 滋润心灵生命力 成就菩提清净心 各位菩萨 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 什么叫一心念佛 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 不当跳给吧台 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 佛的心 慈悲心 保护所有的生命 智慧的心 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 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 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阿弥陀佛 华波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Etc 焦临 日本人就是录像机 装米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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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起佛法桥梁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